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太太就要把我重新再入库 为了再入库 再下次拿出来不然何年何月 所以我赶快利用这个空档再说一下 同时呢 因为我最近才看到 因为这个FBI 脸书它有些很多讯息 我不是一下 我有时候不太习惯 我只习惯于那一两种讯息展示 比如说私讯啊 或者在留言板留言 或者私下里熟的人LINE给我 甚至电话给我 有的时候它那个 怎么讲 我也讲过上来 连这种我平常看不到我的讯息 有一次我不小心 怎么搞 被我搜寻到 之前隔了好一阵子 之前有朋友留的 它是希望我对清花池再做介绍 而且他们对这个有兴趣 而且子民是这种永轩的 所以我特别再拿出来永轩 这是一件明永乐清花 什么龙呢?龙川莲文的大天酒品 这种池漆呢 在台北故宫有 台北故宫有 文是差不多的 文是大概相近的 我不要说完全一样的 但是我这一件有特殊性 它这是头两两相对的 一个头在左 一个是头在右 你去看故宫的 它这个 因为可见的它早期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 它是所谓一对 它是 怎么讲 一对一对的什么 制作 呈现 它在陈设的时候 也都是一对 这种大的天酒品 或者大的什么 龙文的扁平 世上都是省一对 它的头有的在左 有的在右 所以有的人就迷惑 没什么好迷惑的 确定 我们中国人都是 成双成对的观念 龙奉佩了 同样的龙 它也要什么 一个在左 一个在右 形成什么 那种共振 共鸣的那种气势 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 所以有这样的文化 它必然有这样的一个产物 所以在外面有的时候 帮人家做鉴定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是 怎么讲 太咬的那个东西死将 那就没有意思了 你要鉴定一个东西 你除了用科学的眼光 你还要从文化的角度 从历史的角度 跟我们国人对事情的一种观念 来做判断 所以我今天一方面回应之前 我没看到的讯息 好 我赶快再讲 情况下 赶快照一下给各位 如果今天时间改了 我也不想耽误太久 又是假日 各位现在正在看那个live转播 看UFC格斗 我是格斗迷 各位看 我就再转一下给各位赶快看一下 就要注意它龙身上的鳞片 那种感觉 那种发射 而且这种发射是有运散 可是在我们现在的相机 高画素的这种 我们的等于傻瓜相机来讲不好听 又是高画素的傻瓜相机下 不太容易呈现这种运散现象 我想懂的人会懂我讲的这句话 不懂的人那就算了 不要跟你在那又咬个东西在那死杠 死倔就没意思 它的这种运散 你只要拿个二三十倍的放大镜 甚至于五十倍 那么十倍到五十倍的放大镜 看得清清楚楚 它的运散跟铁锈般的凝结 可是在我们这种 我之前的老相机还可以拍得出来 现在越是新式的相机 它还会自动修补的那种角度 像我给花拍照 我就有这种感觉 它会自动修补 所以它的这种运散 除非是运散的一塌糊涂 那种是什么夸张的 那种有的时候是 等于在及格的边缘 只有六十分的那种 所以在古代运散是一种缺点 它的小小的缺点可以容忍 太大的缺点将被击碎打碎 就地掩埋 所以反而我们看到的 有微微的运散 或者在那种运散 就感觉像老花眼镜 我有戴老花眼镜 可是感觉杜树不太足 的那种感觉就对了 而不是太刻意 而不是太刻意 好 我们这件龙头 它的龙的法须有五根 那也往向后飞 而在两根这个龙脚 是标准的容忍 而且是穿连 各位看到没有 莲花 它有不同形态的这种莲花 它这个莲纹 我随便一看 它就有三种画吧 莲纹它就有三种画吧 它这个是标准的这种莲纹 那口言边呢 它是在双道悬文 上下双道悬文 中间的这个space 画什么 这叫做禅之日 这个叫做什么 玉堂春 玉堂春就是什么 就是芝子花 芝子花有五半的 有六半的 我种过很多芝子花 很香 但是它的这种芝子花 它的别名就叫做什么 玉堂春 这是大吉大利的 代表玉堂富贵 那同时 它那个残之莲纹 一方面莲代表清莲 一方面莲代表是什么 莲莲有余 或者莲莲富贵 或者我们代表龙的这种霸气 龙 在我们那个许慎的说文解词上 讲的龙 临从至长 归临龙凤是士林 是士林至长 龙临从至长 能聚能细 能幽能明 春风而登天 秋风而浅渊 你看它这个能变大又能变小 能变明又可以隐形化为暗 它这么样的一个 又能够什么 春风而登天 秋风而浅渊 哇这个太神了 在我们《易经》来说 钱挂 六龙御天 所以初九遥 潜龙勿用 九二遥 献龙在田 立见大人 九三遥 君子终日前前 细天若 立无咎 九四遥 霍遥在渊 就像李遥遥龙们之前的跳跃 霍遥在渊 无咎 九五遥 大家最熟悉了 都不用我讲 飞龙在田 立见大人 上九遥就是什么 太过头了 就变成抗龙游会 然后钱挂跟坤挂 这个父母挂 唯一在南挂有 用九跟用六 用六是指的坤挂 用九是指的钱挂的用九 钱挂用九是什么 献群龙无首级 人到了中庙之位 你已经当过总统了 当过皇帝了 你像那个太上皇 那个就是什么 已经进入宗庙之位了 那就是所谓的 在那个就抗龙游会了 所以进入宗庙之位 他就叫你献群龙无首级 你就不要去尽尽计较了 你格局就要拉大了 你就像老年人 七八十岁老年人 孔子讲 从心所欲而不欲举 你要有那种格局了 好吗 不要像现在有老人家 在那退休 退而不休 爹爹不休的 以前像那个 因为我们那个 台湾的总统 七到八十了 管中管西的 那就不好 那就不好 所以我们今天 回应大家 而且在我太太 把这些东西再入固 之前呢 赶快做个交流 而且我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我们中国人的这个青花池 在欧洲也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在美国的收藏里面 认为有一件的画作是有名的 它是什么 威尼斯画派 它是威尼斯画派的代表人物 贝里尼 贝里尼他画的一幅 什么画呢 诸神之夜 诸神之夜 我拿往他的手机 给各位看一下 你看 这些诸神呢 这在里面的都是神 有三个神 手上都拿着青花池 还有顶在头上的 还捧在手掌心的 宝贝一样的 这幅画是 所谓的文艺复兴时代的 威尼斯的名画 它号称为在美国的 最有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名画 所以叫做诸神之夜 诸神之夜 你看 我再把它放大 你看 那个女士 跟那个男士 一个是顶在头上 一个是捧着刀高的 捧在手上 各位看 这骗不了人的 所以他在当时欧洲 这幅画成画的时间是在 西元1514年 1514年 那时候正好是我们明朝中期 明朝中期 明中期的 那时候就对西方社会 而且西方社会 有这幅画的都是王公贵族啊 他这是帮一个 帮一个那个 那叫做什么的啊 我也玩意大利琴的 我知道那边是一个什么样的 费拉拉公爵 帮费拉拉公爵 因为他买了新的城堡 他装饰他的那个城堡之用 这幅画 现在是在美国 是成了他美国的一个 等于是国宝 还有一个 这一点我提醒 就是青花池的重要性 而他们碰他手上 还只是一个大碗 跟一个盘子而已 那像我们这种天球瓶 我们他那个浊气 我们的这种利益气 承受器的利益高高的这种 他有一个具体空间的 这种他的尊贵的程度 更高 更高 另外第二点我提醒 现在 没关系我们收藏瓷器了 民间瓷器啊 容易就明明很漂亮的瓷器 不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 但没关系 没有共鸣 我们有共振 马上最近 现在专家研究已经突破了 所谓量子共振的检测方法 就是用我们那个 医学上的核瓷共振的原理 他把 比如说 标准器 或者是那个 清宫就厂这种标准器 标准器建立了资料库之后 把它的那个 那个所谓的磁波 建立一个 数据的标准库之后 然后再把我们要 建立的这个瓷器 哇 也测一遍它的这个 电磁波 因为任何的一个物理 它不是从它的原始 原始材料 它是泥土啊 它是高领土啊 还磁石啊 还有一些 那个 那个少量元素 它不是管理那个 所以西方人重视我们中国人 这个瓷器 为什么China China 它这么重视 它不会叫我们中国人 叫Jay 我们中国人自己注重Jay 我们有带 带玉这边的自由上千里 但问题 外国为什么叫我们China China是一方面 它有人工的智慧 就达到了这种艺术的效果 另外一方面是什么 它这是天然的 来自于泥土 来自于高山的石跟土 还是少量元素 一方面 就是来自于天然 一方面来自于人工的智慧 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 可塑性 它有这样的吸引 而且它上面的会饰 它上面的文饰 都是 包括它的气形跟文饰 都代表了中国的文化 尤其是东方的神秘文化 而且我们的 尤其是官邀慈奇 明清 原明清的官邀慈奇 都是由皇帝 他是最有权势的皇帝 最有power 而又最有财富的 皇帝直接介入 所以才称之为官邀 所以各种的文化的 一种会萃是最高级的 你说它是艺术 不但是艺术 而且是艺术中的精品 又代表中国的文化 五天零文化的结晶 所以西方 尤其欧洲 那时候这王公贵族 他才能够用得起 我们就讲过 那时候生产的窑工 官邀厂 官邀厂 每天在制作生产 官邀器的窑工 他一年的薪水 不足以买一件 完整的清花池 你就可以想见到 一年的薪水 他们还不是一件 而且他还天天在制作 我们不是中国人讲 建水楼台先得月 或者是什么 靠山吃山 用在这个官邀池器上 就写不通 一年的窑工 他做了再多的瓷器 他一年的薪水 买不到一件 所以我们也知道 西方 而且那是到了清朝 那到了康熙年代的时候 居然用什么 用 用所谓的这个 六百个龙骑士 包括他的战马 盔甲 兵器 在内 四个龙骑士 换一件 瓷器 那已经是到了清朝初年了 那到明朝 明朝的时候 那是更不得了 那是宝 他们称为是黄金 称为白金 比如说 永乐的这个甜白柚 他们西方人称作白金 西方的贵族就称为白金 后来有了清花池 他们就把清花池 就像那个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诸神之夜 把那个都顶在头上 你看到没 我们曾经 比如说我们漂亮小姐 买了个新包包 照相的时候都把包包举老高的 比如说我们男人收集手表 戴手表 我这个 那个Rollex 照相的时候 我故意露一下 就是有那种 那种自然呈现的心态 人这样 神也这样 所以你看看 他所谓的诸神之夜 能代表清花池的重要性 在欧洲的贵族 在15世纪 在16世纪 欧洲贵族 那幅画子应该层自于16世纪的初期 他1514年 这都有跟有据的 而且我们现在私人收藏 精品 有的时候还超过于什么 惯藏的精品 这很难说的 你说整体的素质 我们不敢讲 你个别的 有的时候会超越的 你不要不相信 因为这些东西 你读历史的 你搞文化的 都清楚啊 只是有的专家嘛 他暴残首缺 他就吃那一块 你要是 比如说量子共振 或者这个核磁共振 能够鉴定 而且他是以年为单位 上下不超过一年 最早刚开始说五年的误差 现在来说一年之内的误差 多恐怖啊 我们台湾那时候就鉴定过一个青花鸭手碑 是谁的我不清楚 但我知道这个讯息 那时候被专家 两个专家鉴定 一个说是倒带的 一个说是新访的 就量子共振 测下去 1420年 他给你年都讲出来了 那就是永乐 青花鸭鸭手碑 人家早些都不愿意承认了 为什么 他承认你的东西之后 他的东西就变得什么 不稀奇了 我们自古以来文人相亲 文人相亲那只是一种 怎么讲 那只是一个风格上 那只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那种 文人嘛 好征嘛 与其好变在于不得已也 所以孟子讲的这种话 也就是文人普遍的心态 他与其好变在 但是他后来这些专家 所谓的这些专家 他的这种否定别人 他可不是与其好变在 绝对不是 他是有利益做前提 因为他承认你的 他就不值钱了 所以他会尽所有的力量 他去轻蔑 他会去否定 所以有量子 所以核磁共振 核磁共振 检查身体的重大疾病 这么微小的 他都能够追踪得出来 何况是我们一个什么 摆了六百年的这种磁器 他会看不出来吗 所以那些专家 都是来刹来蛋 他现在能吃 他就尽量吃 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的这种心态 我们有时候要 科学的部分我们要了解 像现在有量子学 所谓的核磁共振的最新的检测 还有我们说文化上我们要了解一个东西 还从历史上 还有人性上我们要去能够 亏之一二 这是我们对建磁器的一个综合论断 好 我们期待 这个民间收藏的精品 能够什么 都受到什么 科学的肯定 然后 把我们国库 对我们的对磁器 对官邀磁器 能够更丰富 来自于 所谓自古就有那句话 偿富于民 偿富于民 永远这句话不变 包括我们对磁器文物 好了 我要去看我的UFC格的Live 今天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观看